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在基辅的麦当劳吃薯条聊天 他六日开始出访乌克兰 并在停留了两天期间 探访遭恶军摧毁的城镇 布林肯7日参观乌克兰北方 雅吉德内村一间学校的死亡地窖 俄军士兵去年占领这里时 将村内的367人强行关在这里 而这些村民被关在地下室中27天 直到乌军夺回这里后才获救 最后有11人在这死亡 布林肯在参访死亡地窖时 也谴责俄国六日 对乌冬一座城市发动的飞弹攻击 一枚飞弹落在城内的市场 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 除此之外 布林肯也巡视基辅的边防队 看到了被乌军击落的伊朗制无人机 同时也来了解 由美军提供的军事装备 是如何帮助乌军抵御二方侵袭的 而在听乌克兰军官解释的同时 布林肯也不忘展现幽默态度 跳上车上表示 他打算将这台车开回家 让乌克兰军官们也不禁地笑了出来 不过俄国方面可就没有对布林肯访乌 有这么正面的态度了 布林肯在当地时间六日 也宣布美国会对乌克兰增加援助十亿美元 目前乌克兰反攻开始获得突破 布林肯的来访 可以说是为乌克兰打下一技强新增 华语新闻翻译知识综合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 还有一把抓